主席 好 我們今天的問題就是 焦躲在這個慘難 還有大災難 這兩件事 它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分別 有誰預備 感謝主 慘難 慘難是 他是生孩子 生產孩子 新約經文中 他的心願和目的 是要產生許多的兒子 做他的彰顯 所以他的時間 就在新約時代一切的災難 人物呢 就新約信徒 為主所受的這一切的災難 在啟示錄十二章二節那裡 有提到了新舊兩約中 所有 這個歷代所受的一切的慘難 這些事呢 就是新約時代一切的慘難 這個是有 戰爭 有饑荒 地震 患難 還有逼迫 結果呢 這些慘難 都為神所用 藉著福音的傳養產生 他的種子 以構成金式的造會 完成來世的國度 並產生永世的新耶路撒冷 做造會和國度的終結 總結 是神在將來的永遠 有一個永遠的彰顯 那大災難呢 這個感謝主 大災難之前呢 需要有一個災頭 這個災頭呢 是國度福音傳遍天下 將這世代終結獨一的這個災頭 這個終結的災頭要有產生 然後呢 又有一個很特殊的 這個大災難之前 必然會有的 就是 就是在 有偶像 在耶路撒冷的中心 在那個殿裡面 在聖殿當中 有這個偶像立在神的殿中 有這樣子的開始 這個大災難的期間 是巴魯斯亞這個時間 隱密 開始的隱密 以及公開的 這個 這個 主來的結束 這個 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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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發生的 這個期間之內 這個之內 這個隱密的是 男孩子的背題 以及 觸手脖子的背題 然後 這個公開的 就是它的 主和眾聖徒一同在地上的顯現 這個公開 向著不幸的 猶太人和外邦人 閃電一樣的 突然顯現 然後呢 臨到地上 這個是巴魯斯亞的一個灶頭 是 這個 這個期間當中 就是有大災難 有三年半 一百 一千兩百六十天 還有 基督降臨到空中 大體聖徒 被提到空中 基督的審判台 還有高雅的婚宴 那這個地方就提到的 這個 這個期間有這個大災難 那 感謝主 在這個公開的 這一面 仁慈 被帶著能力和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雲而來 在雲上 向地上顯現 這是主 再來公開的一面 基督再來 他的能力 要用 施行他的審判 毀滅敵基督 還有敵基督的軍隊 並 捆綁撒旦 好在地上建立他的國 好的 大災難 這個地點 發生在耶路撒冷 為中心 而以他的地為 他的周圍 大災難 大災難的這個 開始 就是在這個之前 國度要傳福音 已經完成了做好的見證 這個灶頭之後 然後 時間 三年半 然後 這一些 人物 就是 這個 有派人 整所選選的 這些選民 在那邊 接受 這些 大災難 災難的這個強度 是 這樣說 這樣的災難 就是從世界的起頭 直到 今世 都 尚未 發生過 將來 也絕不會發生 日子如果不 削減 繁屬肉體的人 沒有一個會得救 就是因為選民的緣故 必然會 削減 才三年半 大災難 巴勒斯亞來的時候 像閃電一樣 突然間臨到地上 基督來臨 從東邊到西邊 然後 失守 在哪裡 因也在哪裡 那 失守就是 那個敵基督 跟敵基督的軍隊 因呢 就是 組合 那一些信他的人 我們呢 就 就在那裡 快速的摧毀仇敵和他的軍隊 那個災難 一過去 日後就變黑了 然後 月亮不放光 眾星從 天上墜落 天勢都要震動 人子的兆頭 就顯在天上 以色列人都被聚集了 回到地上時 就把 散去在各地的猶太人 聚集在聖地 臨到 臨到地上 那我 我信 感謝主 恢復的造會 是何等美好 要成為 男孩子 被提出手的果子 被提 並且呢 我們這個 這個造會 恢復中的造會 要接受這個負擔 要把國度傳遍 這個 天下 是全地 並且呢 我們這個 主恢復的造會 要 和主 在巴洛西亞的造口裡 如同閃電 一同與主爭戰 快速地摧毀仇敵軍隊 建立神的國 Amen